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天下文化podcast 我是今天的客座主持人 圣志仁 今天会担任这个客座主持是有原因的 因为今天要跟各位访问苏启老师 他前一阵子有一本新书是美中对抗下的台湾选择 那我在拜读这本书的时候真的学习很多 那这只是部分的原因 因为别人称苏老师只是一个尊称 那我是真正的老师 这个老师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外交系的专任老师 那我是外交系毕业 所以当时老师修的所有课 开的所有课我都修了 然后也是老师也是我们那一个时期学生的偶像 那长得这个又高又帅学问又好 那真的跟老师学习非常多 然后我个人的那个求学的一个重要的 这种推荐性其实也是老师帮我写的 所以真的是很感谢老师 那今天就来跟大家 当然我自己读完这本书的一些问题 以及现在很多这个两岸 美国跟台湾美中台关系里面所发生的一些状况 我也很想要请教老师的意见 所以今天就来跟各位专访苏起教授 那首先是不是请苏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谢谢李志仁 各位听众大家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很高兴来这个节目 这个当年误人子弟不少 可是也教出几个好的 所以也是荣幸 我们当老师的最希望看到学生有成就 甚至人就是其中之人 老师不敢不敢 那老师我想您的书里面真的是谈了很多 你的书名叫做美中对抗下的台湾选择 其实你真是谈得很细吧 台湾某个程度 我觉得有三分之一是您个人求学跟这个学习的一些过程 后来是您担任公子以后 以及您观察台湾的历任总统 他们在任内 然后整个两岸关系跟美中台关系的变化 接下来还有就是这个从大陆的角度 美国的角度 怎么去看待这个台湾的这些各个议题 当然大家外界当时也很关注的 就是说您对于未来的发展 也提出了九个可能性 我觉得都对于大家思考台湾的未来 提供了很好的一些这个启发 那我想我们先从现在国内最热门的一个话题来谈 因为立法院开议了以后 这个有关于联合国2758号的决议变得很红 这个朝野政党各自都有立场 我想听众朋友说老实话 如果不是学这个专业的话 不一定很了解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每次在台湾很多政策都是像放烟火一样 各自的立场对抗一下以后 然后大家就不太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过去了 那我记得您书里面也提到说 其实国际关系是个专业 然后当时很多不是这个专业的人 在听完您的演讲以后 就会跑来跟你讲说 哇没想到你们的这个专业 有这么多专业的内容在里面 那所以是不是请您跟大家来这个介绍一下 2758当时在联合国 其实我的印象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就是排斐纳我的决议 那这个当然我想在老师面前就不多讲 就请老师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我非常感慨 因为我是1949年生的 所以1971年刚好是我大学毕业那一年 那么那一年的话就是我们退出联合国 我们那一班政大外交系那一班 有四个宝宋 两个建宗两个北宇女 我是建宗过来的 然后一班以上是第一志愿进来的 全校的状元在我们班上 那大家都对外交很有兴趣 可是1971年 我就在我们毕业那一年 推出联合国 推出联合国之后呢 我们全班绝大部分人都转业了 就是整个局势就不一样 那我们刚好是碰 就觉得外交没有希望 外交没有希望了 就干嘛在学外交呢 所以那个事情 1971年这些 2758对我印象很深了 那么现在又重新吵起来了 吵起来的话 我想从时间有限 我就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个从台湾 一个从美国 基本上这样 我觉得台湾是主角 美国是配角 这个事情绝对是台湾 这个构想 然后向美国游说 然后说服他们来加入 支持声援 所以是在蔡英文的最后的一年 台湾的民进党的策略 我简单的分析八个字 就是民修战道 暗渡陈昌 我们现在大家看到 2758都是民修战道 就是以为它是一个重返联合国 争取国际空间 那台湾大家都在支持 所以一般老板人天天要支持 然后表面上看 是里面没有提到台湾 这个所以 就是说文字上 决议文字没有提到台湾 所以就不适用于台湾 这是民修战道 实际上它的暗渡陈昌 什么呢 暗渡陈昌就是 它背后的支持的想法 就是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而且甚至于我认为是 我觉得民进党现在的最 从蔡英文上台之后 我的观察 不是对不起 赖清德 赖清德上台之后 他跟蔡英文又不一样 赖清德是越来越突出台湾 所以他现在是把台湾 甚至要跟中华民国脱钩 我觉得2758案是 台湾跟中华民国脱钩 而不只是跟中国脱钩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转变 蔡英文任内 蔡英文第一年还在讲中华民国 可是到第二任的时候 几乎就把中华民国台湾 把它扣在一起了 所以一直在 言必称中华民国台湾 六个字六个字六个字 一直讲 讲到他卸任 他的四年都是这样子 那可是 这个赖清德的时候呢 他是把中华民国 要跟台湾 这六个字呢 要把它捡到 只剩两个字 所以你看他现在的作为 他的就职典礼的 就职演说的讲话 这个1624年是台湾历史的开始 然后1949年是台湾黑暗时代的开始 然后1996年还是真正台湾的开始 就整个历史的这个 他的论述啦什么都跟蔡英文时代不一样了 越来越突出台湾 越来把中华民国越来越踩在下面 那2758案就在国际上的一个公司 国际上来 把他台湾跟中华民国投钩 那当年没有提台湾 是因为台湾当年 当年根本没有台湾这个问题吧 所以根本不需要提他 那么现在特别把他提 因为你这样子 所以我就有这个理由 所以这个我觉得 暗度陈昌是蛮厉害的一招 所以台湾基本上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重点呢 他是在 还是在挑战一个中国 甚至于把中华民国脱钩 我觉得这是赖清德最终的目的 那么最近还有一个民进党立法委员 不分区的叫什么名字 张什么张亚林 还在美国的一个智库 Hudson Institute提到说 说要美国承认台湾为国家 就是现在把台湾的问题 就一直这样提到 提得越来越高 好那就是台湾这一面 美国这一面的话呢 基本上是外交 他是对中 对抗 美国的话 智能兄弟很清楚 美国现在 国防部是对中 对抗 但是呢 他声音很低 他最怕对抗 他希望两边最好没事 所以他是比中共还急切地希望能够恢复军事对话 所以美国国防部在 在对跟这个跟这个在美中对抗里面 他是非常的这个怎么讲 他不他不那么积极不希望太走到那个战争战争边缘 可是外交系统不一样 外交系统呢 就就你不来吵我来吵 那外交系统文人也比较多 外交系统 他们也比较受到国会的牵制 国防系统 军事相对来说 对国会的牵制比较小 外交系统牵制比较多 那再加上布林肯呢 他们都是 拜登本人 都是国会出来的 就出身的人嘛 所以他们在 在对国会影响很大 所以他们反中的 就是对抗 是真正他们的用心 所以这次美国附和台湾做2758案 他也可以说 我不知道台湾的用心是要脱钩 把中华民国脱钩 挑战一个中国 他是要争取台湾的国际空间 他表面上可以这样讲 但是我相信他们也是明白人 他们也知道 所以他默许台湾走这条路 那这条路我觉得 我觉得大陆他们会 会觉得美中对抗 这个是美国真正的用意 起码这批人真正的用意 那从现在的国务院的角度来看 他们反正要下台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 也有点想说 我要留下这样的一个记录 留下这样的一个记录 所以这个事情 暗度成长是 民修战道是绝对不成功的 但是暗度成长呢 假定说大家不注意的话 时间久了 他就会变成真的 那他对于台湾 拓展外交空间 会不会真的有帮助呢 没有 就是说 因为美国欧洲 还有好多国家 都在国会通过 对 我就说 这个民修战道是不可能成功 因为国际政治 你也知道 尤其是现在大陆的分量 这个国会通过 一点意义都没有 你就荷兰这个兰那个兰 这样在国际上 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台湾要充满国际 充满联合国 你要跟这国家建交的话 这个大陆一个否决 就可以把人解决了 而且大陆也有很多的 很多的朋友在那边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不太可能 这假如说 假如说那个 美国真的要支持 或者荷兰 或者这些国家 任何要支持台湾的话呢 他们就 就承认 承认台湾嘛 就请他们承认台湾 或者他们在联合国提案 美国在联合国提案 这是最实质的做法 这是最实质 让台湾那个 而不是 而不是 用这种游戏了 所以他们基本上 还是一种骚扰式的 对抗式的 让你很不舒服 一直给你找麻烦 让你缤纷多路 我基本上 我觉得是一种 对抗性的思维下的 一种骚扰性的做法 但是 但是用心呢 我觉得我要特别注意的是 赖兴德的用心 基本上是让台湾 甚至于脱离中华民国 这是我现在最担心的 您书中有提到说 其实两岸的问题 就是三个选择 斗 脱 核 那我在读的时候 我其实隐隐约想到说 这三个字 好像跟三个总统 有一点点对应 那马英九总统时代是核 那我觉得蔡英文总统时代 比较是脱了 她也没有太明显的 太大的举动 可是赖总统 她虽然上任时间不长 可是她在不管这个就职演说 或者说在一些两岸的政策上面 似乎又比蔡总统更前一步 我觉得当然还不到斗的程度 可是往那个方向稍微跨了一点 所以您怎么看 这个赖总统上任到目前为止 她在两岸政策的布局跟做法 蔡英文跟赖 我觉得基本上思路是一样的 但是蔡的做法呢 比较是怎么讲 比较隐晦 比较隐晦 然后呢 她做的基本上照我看 还是往台独 台湾独立这个方向在走 所以我刚刚讲提到 她把国民变成中华民国台湾 然后护照也把它变过来了 然后这个 还提到两岸互不隶属 这都是她提出来的概念 但是基本上除了这少数几个之外呢 她基本上不说 她做全部是用 全部都是吴钊燮 其他在不回首长在做 这个台湾内部的改变 克刚 什么这种 全部都是内部的改变 全部是台湾在做 这样 她这个做法很聪明 因为这种做法呢 就不会惊动到国际 不会惊动到国际媒体 国际观察家 这样 大家就觉得 总统 总统就是为之现状的感觉 所以就给人家印象 她只是拖而已 其实她是斗和拖都有 但是赖清德 给我起码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她根本是以斗为主 她什么事情走到第一线 她这一点跟陈水扁有点像 赖清德就 我觉得从陈水扁学到教训 蔡英文从陈水扁学到教训 就是总统不要走到第一线 所以她连记者会都不开 免得犯错 第二 李登辉学到教训 就什么事都要跟美国商量 讲好了再出来 所以她就可以让美国人觉得 she's a good girl 这样这种感觉 可是赖清德呢 没有经过这样的 这个一番寒策骨 所以她就会觉得说 我要走到第一线 她胆子也比较大 性格也比较硬 所以她到目前为止 你看她的 就之前所讲话就很白 然后后来对民进党代表大会 跟哪个杂志 Time magazine还是我记得 还有现在这两天的讲话 她每次讲话都蛮硬的 所以她就比较明显的走这个路线 那所以那可是这个东西 你再配上赖的其他做法 所以我觉得赖现在有点 跟大陆也斗 跟在野党也斗 跟党内同志也斗 所以有这么一点味道 那这样子我觉得 其实她第一年 半年就已经 就已经这个 斗到这样 内斗外也斗 其实对她也不好 对台湾也不好 所以现在我看 我碰到很多国际人士 碰到我都会在问她 就说Who is he What is he 他到底要干什么 就是大家都很担心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疑虑 所以您觉得国际上面 有感觉到赖总统这样 会有点担心两岸 因为这样子的一些发展 当然当然 我相信他们那个 他们不只是从直接看 他们也会跟大陆接触 听大陆的那个说法 他们现在 现在以我知道接触 我前阵子也去大陆 访问了一趟 然后所有跟大陆来往的朋友 都告诉我说 现在大陆官方民间 对台湾几乎不抱任何希望 所以我觉得 赖现在这样走的话 真的是让两岸 就没有一点回险余地了 那所以他就靠着 他就靠着美国来保护 那他觉得美国 有美国的保护呢 这个台湾就很安全 可是我最近看了一个 你也是读书的人嘛 我最近 我这几年读了很多 特别买书来看 最近有一本书 我注意到 但是我还没有 我买了买了书 但是我还没有看 但是我看了book review 他因为七月份才出来的 作者 他是编者啦 是那个博明 Matt Partinger 这个台湾的人 很多人都知道 他来台湾 他在蔡英文 最近四年 来台湾 五次 五次以上 没有仔细算 五次以上 常来台湾 他是美国的大鹰派 最鹰派的代表 这个 博明 他是在 川普的国安会 做过那个 自身主任 所以是 最专门负责 对中政策的人 他这本书呢 叫做 英文叫做 Boiling Moat Boiling就是沸腾的 Mote M-O-A-T 就是 护城河 意思就是 就是那个 台湾海峡 是 沸腾中 那这本书 他是找了 我还没有看到这本书 我看了 book review而已 那个book review里面 就综合他的说 他的书呢 就说 台湾必须要 防守 两个月 美国人才会赶得到 这第一个结论 我看了这个 就差点昏倒了 第二个 就是说 大陆假如用封锁的话呢 美国没有办法 打破封锁 唯一的办法 就是攻击大陆的本土 那攻击本土之后呢 就会引起 这个 核子战争 所以这条路是 比主党登陆更难 第三个 他的结论 我是根据 那个book review 说那个 日本跟澳洲 美国假如要 要跟大陆干起来的话 需要这两国的帮助 但这两国 都不一定会 给美国帮助 所以我心里就想 这是博明编的书 那博明那么反中 那么硬派 他应该把这个 结论告诉老板 告诉川英文 告诉赖倩德 那赖倩德跟 这个蔡英文 要告诉台湾老百姓 哎 你要守两个月 你要守两个月 美国老大哥才会来 这是 这是美国人在讲 不是我讲的 所以我就说 现在 这就是为什么 我刚刚讲说 美国国防部 对这个 对这个 反中的议题 他当然 他也反中 但是 他把他当成竞争者 可是他没有想 想尽快 引起冲突 他不会想要 没事找杂 这样子弄 那现在可是外交系统 就没事要找杂 所以这就是态度不一样 国防部是心虚的 那国务院呢 他就觉得 他必须要 必须要发泄一些情绪 这样子 那台湾 台湾就 就傻傻的 以为美国人还会 美国老大哥 还可以保护我 我可以 我高兴怎么办 怎么办 我每天办鬼脸 都没关系 赖清德 现在就是这样子 那台湾老百姓 误以为 台湾那些 自由时报 什么 每天都在等 国会议员在讲什么 这个讲什么 军售怎么样 那个军售 军售来的时候 都已经没有用了 假如真的要 真的要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所以我觉得 台湾的人要自救 一定要想办法 一定要那个 怎么讲呢 一定要自己找出路 不能等着 美国老大哥 来救 美国老大哥 两个月才来救你 对不起 那时候 乌克兰的前两个月 已经打得不像个样子了 所以我们不能够 乌克兰两年了 他也没去救 两年也没去救 对啊 所以 实在是 我觉得很遗憾 我们的政治人物 他也不负责 好 我有几个 刚刚舒老师讲了很多 我有几个 等于说 follow up的问题 就是说 你刚刚提到 这个对岸的这个因素 你刚刚说 也去了一趟 做访问了一下 其实 我在观察 那个 赖总统就职典礼前的 那段时间 我觉得 有一件事情 让我很意外 因为 我也不知道 我这样解读 对不对 刚好请教老师 因为大陆坚持 九二共识 作为一个 复谈的 一个 前提 已经 至少在 蔡总统八年 都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 我当时 当然也是预期说 他持续会以 九二共识 作为一个前提 结果 倒真的没想到说 这个 马前总统 访问过去的 这个 契机 这个 习近平主席 却以这个来 以这个 得说 接待 马总统的时候 就放出了一个消息 好像说 只要两岸 愿意认同 中华民主 好像就可以变成一个 互相恢复交往的 一个前提 第一个 这件事情 您会不会觉得 有点意外 就是说 从九二共识 坚持了这么久 然后释出了 这样子的一个 算是一个 很大的让步 跟善意给 还没有就职的 赖总统 所以当时 我就很期待说 听到赖总统 在就职演说的时候 能不能够接下这个球 那两岸就可能 就到了另外一番局面 当然大家知道 后来赖总统 是没有接下这个球 那我想 就是请教老师 讲过 第一个是前提 您会不会觉得 有点惊讶 第二个是说 赖总统没有接下这个球 以后 你觉得大陆 到现在为止的反应 其实基本上 好像也还算平静 也我觉得 这个后面的发展 您怎么看 这样子的一个评论 这个问题 两岸这个问题 我基本上是两个面 一个是理性面 一个是感性面 理性面就是 包括九二公司 一个中国 一东各表 这些很理性的 这个有点半学术的 这种讨论 这种讨论是 政治性的讨论 那一般人不见得懂 那另外一个感性面 就是所有人都懂了 感性面就是说 你是中国人 还是不是中国人 你是台湾人 还是怎么样 那么这两个面 一定要同时观察 一个是理性 一个是感性 一个是mind 一个是heart 那么我觉得 对大陆来说 两岸关系的稳定来说 最终防线 最后就是感性面 不能够否认自己是中国人 那这就是现在 习近平对台湾的诉求 就是说理性面呢 他已经不太那个了 我们吵架吵得 已经不想来吵了 有点放弃理性面 对啊 理性面他就不小了 至少情感不要断掉 但是情感上不要断掉 习近平因为跟台湾人 来往很多 早年 所以他对台湾是 比其他人更多的感情 所以当时看到这个发言 你没有意外是不是 没有 我没有意外 因为心灵气和 是他提出来的嘛 他是第一个 在共产党领导人里面 第一个 2013年提出来的 那这种想法 就一般人 胡锦涛跟那个江泽民 不会想 因为他们跟台湾 没有这样的感情 等于是我们要统一 但是要两情相怨 可是这个说法 后来被民进党抓了 好像就 这样子我就故意 把他搞到 不要 不要两情相怨 那现在习近平 实在做最后诉求了 可是台湾人 还是听不懂 因为台湾的民意 以我的观察 按据政大的民调嘛 政大学院中心的民调 现在主张我是台湾人 而不是中国人 或者 不是那个叫 有一个中间 也是中国人 也是台湾人 也不是都是 而是单独的 I'm Taiwanese only 这种已经到百分之六十了 所以习近平 现在等于诉求 另外百分之四十 所以可是 可是照我来看 这个趋势 时间越久 就算从大陆来的 像我们这样子 二代三代 时间越久 他乡变故乡 故乡变他乡 这也是很自然的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趋势 将来真的是会越来越台湾 越来越 越来越少中国 那么这个赖仙德 他们就想要等于是 把历史推他一把 让他继续往前走得更快 可是这个走得更快的同时 就会偏偏碰到 大陆现在的崛起 大陆碰到感情这一块 这个大陆 就是说就算他的共产党 能够接受 一般老百姓不接受 所以现在就是大陆 整个民间武统的声浪 非常高 就是他们 就是老百姓被 觉得被那种 怎么讲 真心患觉情那种感觉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遗憾 我请教老师是说 这几年 您因为担心两岸之间 会引起战争 那其实一直在提醒大家 这个两岸政策的危险 然后要大家就像您刚刚讲的 说注意这个国防军事的冲突 可是有另外一派的想法 是觉得说 对岸基本上连自己内部的 一方面这个经济问题 现在搞得焦头烂额的 就是而且其实美国人 常常讲一些攻台时间表 他讲的人自己时间也都变来变去 那所以说他们的看法是说 这个两岸之间其实没有那么紧张 那我们这个有点挤人忧天 那而且这样子可能也会 让外资对于台湾的投资 会有担心的这个副作用 那您怎么看待说 觉得两岸之间其实 并没有到那么紧张的 这个想法 这是观察的那个角度了 你可以看一个 就是说断面 就是说你把它切断看的话 两岸会不会打 我认为现在也不会打 但是你看这个趋势的话 就不一样了 那我们这种人的思考 比较看趋势 因为什么事情要准备 你不能等到事情发生了 你才来那个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那个香港那个例子 大家都还记忆犹新 2020年的那个6月30号吧 我记得国安法公布了以后 马上就该抓了就抓 该跑了就跑了 那可是呢 你倒退半年多 2019年的11月 香港做那个区域会的选举 我记得80%的人出来投票 最后呢85%的席次呢 是民主派掌握的 建制派就是换句话 新政府的只有15% 那可是所以照说就是大获全胜啊 所以民主派欢欣鼓舞啊 那这个建制派就很惨了 可是北京也没有怎么样啊 就是摸摸鼻子就这样 大家以为就对了 我赢了我赢了 所以不怕了 没想到一夜之间就变天了 不但把黎智英抓起来 黎智英两个儿子都抓起来啊 那其他人就逃亡的逃亡 坐渔船的坐渔船的跑走了 飞到台湾的飞到台湾 飞到英国的飞到台湾 英国现在已经走了 我看到的数字是17万人 17万人 这个所以这就是他就是前面 他不肯一声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中共的政策就是OK 我吃了闷亏 他不肯一声 你表面完全看不出来 完全看不出来 然后一下子 这个一个巴掌就过来了 那照我们这样来看的话 你要等到那一巴掌过来的时候 你才准备嘛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看到这趋势 已经是往那样走了 你还要这样继续往前走吗 你难道不有个别的方法吗 非要摊牌 最后要摊牌一翻两瞪眼吗 一翻两瞪眼的时候 你能赢吗 这些事情你要先想好啊 我这几年的忧虑就是这样的 了解 我看到这个火车要对撞了 你真的要这样撞下去吗 那我们事先几年前就看到了 也可以准备准备啊 心理上准备政策一个调整一下 你真的要打的话我们也准备一下吧 对不对 我就讲蔡英文 你又要去惹人家 然后又不准备 我们的医疗设备一点都没有 陈永康将军讲的立委 讲的非常对啊 我们的他检查过啊 我们的医院根本没有病床 什么素根本没有统计啊 我们的染料也不够啊 我们的交通管理也没有啊 讲什么就什么都没有啊 为什么呢 因为蔡英文不敢动啊 他一有备战的准备 老百姓就会吓到了 所以他假装没事 然后他继续去扮鬼脸 戳人家鼻子 这就是民进党政府的做法 然后像我这样子讲 就是说大家要提前准备 你要有政治准备 你要有军事准备 你各种的 那大家听不进去 所以我最近三年我不写文章了 我觉得算了算了 对不对 我尽到我的责任了 对不对 火车要对撞 那就只有对撞了 我管不了了 我事先警告过了 其实老师这样讲得很清楚 就一个是趋势 其实一个是几率 对啊 就说你这个横切面 在此时此刻 他也不是说几率这么高 对啊 可是趋势往这里走 那我们我们是 就算这个几率 只有20%好了 对啊 那可是他的后果 我们看一件事情 是几率乘以后果 对啊 这后果实在太严重 对啊 一定要提醒大家说 我们毕竟 这个政策跟国家前途 是攸关每一个人 大家要去关注这件事情 对 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 所以我想 那个知识分子 对于这个国家前途的忧虑 我想老师这几年 讲这些事情 说老实话 这个 也会招来不同的悔遇 是我了解没有关系 会有一些 这个就是 当然有负面的说 这个好像变成在恐吓大家 所以我才 我才会问这个问题 我完全同意 老师能够来 来说明一下说 您讲这些 背后的担忧在哪里 对啊 对啊 那其实 您刚刚也讲到 一个趋势说 其实两岸的现状 维持越久 确实是会越往 不同的方向发展过去 那尤其现在 年轻世代 被称为天然毒 老师你现在 还有在大学教课 没有 所以比较没有接触到 那你 你觉得说 这个趋势发展下去 就是因为 其实 像我也是 外省籍贯 可是我的小孩子 就是对于 对他那边 没有任何感情 就是我说 他乡变故乡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 这是很正常 很合理的一个情况 而且 而且不但说没有感情 而且我觉得他们因为 活在这个网络世界里面 其实 基本上都是 比较负面在看待的 我觉得这个都是 很合理 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那这样下去 那是不是表示 两岸要走向 或者走回河的 这个机会越来越小了 这是 就是说 刚才讲 这个现象是很正常 你在美国 你在这个 West Virginia 住久了 然后 你搬到 这个华盛顿 或者纽约去住 之前久了 就是华盛顿人 就是纽约人 在大陆也是这样 你在安徽人 到上海就住 住久了 你就是上海人 不是安徽人 这也是一样的 可是现在这个 就是这个趋势 你没办法转变 可是这个中间呢 还是有政府的角色 就是你要有政府来导引 那我刚才特别用了一句话 就是赖千德 他现在想 蔡英文也是一样 想要推历史一把 他把这个趋势 更推他加得更快 那这个就会让大陆觉得 那这是一个政治动作了 那现在 现在假如说天然独将 下时间久确实会 大陆现在跟台湾的感情 真的越来越疏离了 越来越疏离了 这是我们觉得很遗憾的 实在是没有必要 这个我这几年 又有点感受 就是说 以前比较明显是官方斗 然后民间基本上的 那个互相的看法 跟交流是比较热络的 现在民间开始 也跟着官方战了 就是一旦民间都对立了 其实就更难回头 这个其实是 也值得说 这个要靠所有人的 集体的这个想法 政府的角色很重要 因为台湾的这个 老百姓受政府的影响 大陆老百姓也受政府的影响 而且政府对媒体的掌控 我最近碰到一些 那个犹太人 他们跟我说 以色列内部 这个新闻 现在封锁的很厉害 很多老百姓不知道 加萨现在已经死 那个样子了 可是现在的时代 怎么封锁呢 因为他只要一上网 不知道 他只要一上网 连个纽约时报 不知道 这什么东西都看到了 这是犹太人跟我讲的 我也很惊讶 那个人也跟我说 所以以色列人越来越不像一个民主国家了 台湾现在也是一样 他很多国外的事情 他就他就 你媒体上看到的 都是律要给你听到的 听到的那个说法 完全不是真实的状况 我接下来请教老师 另外一个重要的这个player 就是美国了 美国现在也正在 在过大概50天左右 就要选总统 您觉得这两位候选人 各自当选 对于两岸关系 他们的政策的差异 现在真的是看不出来 这个问题我真的 我不是不知道 也不是不想说 而是真的没有 就是说 现在我觉得谈这个问题不重要 因为重要的是 两个 第一个谁当选 第二个呢 他赢的那个差距多大 从以前没有 以前你叫赢一点 就是一点 这一次的话呢 我认为两个人都要以大幅度的 应该不会发生 应该差距是小的 应该差距很小 为什么呢 因为差距大的话呢 国家才会安定 差距小的话呢 不管哪个人当选 美国都会乱一阵子 而且就是不同程度的乱 川普当选 民主党也会抗议 但是抗议程度 我觉得会比较少 然后共和党 共和党加川普输掉的话呢 他会由上而下 发动这个乱 那么现在美国 就我所知 有300个武装团体 就像那个 Pro Boys那种 冲进国会大厦的那一批人 大胡子 然后有机枪 这种人 那300个里面的 200个是共和党 100个是民主党的 所以现在这个 到时候他们这些人 很容易就被煽动 出来 然后美国 三亿老百姓 有四亿把枪 这个 很容易就会 很容易就会有些事情 所以一定要差距够大 然后对方才会服气 才能够少有安定 不然的话呢 我们谈政策都白谈 我们现在谈谈政策 谈什么都是白谈 他国家乱的话 他哪里能搞清楚 这些东西 那就您这次看 好像台湾在 那个 我自己看台湾在这次的 总统大学里面 不是一个显著的议题 就是只是偶尔被带到一下 而且大概都是跟 抢他们工作 有一点关系 那到对于 反而对于台湾的安全 两岸之间的这个 反而不太成为 他们这次辩论的一个重点 因为他们这次是一个 等于说是 美国整体价值观 分裂的一个选举 那么所以经济议题 也没那么重要 那台湾是在经济议题里面 那外交议题也没那么重要 台湾是在外交里面 所以台湾就角色 没那么突出 连China角色都没有 没有那么突出 为什么是价值观呢 价值观是我的翻译 美国人自己的说法是 Cultural War 就是文化战争 里面牵涉到 这个 这个怎么讲 那个种族的问题 牵涉到这个 堕胎的问题 牵涉到宗教的问题 牵涉到跟Control的问题 牵涉到那个 那个什么 移民啊 这都是跟他们 就是价值观的分裂 那价值观现在变成 两个极端了 然后刚好这两个人呢 一个白人 一个黑人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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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这个 这个男的 一个女的 这个对立非常尖锐 这次是历来 历来 我觉得 真的美国要走到这样的一个 不要讲内战边缘 美国电影都拍出来了 就是说真的一个局部内部的动乱冲突的可能性 是相当相当高的 相当相当高 你觉得有了那2020年1月6号的那些判例 对啊 还敢吗 美国现在 有40%的人 美国人自己讲说 permanently permanently angry 就是 永远在愤怒中的 他们 他们觉得 这个 这个 你 你 或者有信 知道 我看到一篇文章说 美国现在100万个流浪博士 就是 你年轻的教授 找不到工作 所以这个学校建一门课 那个学校建一门课 就一直在路上这样子跑 然后晚上睡在车上 就这种愤怒的人 现在非常多 那他们觉得是 那个 他们 多半是共和党的人在怪民主党 就是说 美国政府是你们掌握的 美国政府里面 那个 我刚好看到一个 我是输出来之后 我在看到这个民调 2020年的11月 Bloomberg 做了一个民调 调查美国联邦公务员 联邦官员 捐款给谁 就调查结果呢 84%捐款给民主党 所以你就知道 联邦 官员里面是亲民主党的 然后呢 你看媒体 你也更清楚了 媒体也是绝对 亲民主党的为多 少数几个才是共和党的 然后大学 也是绝对是亲民主党的 所以共和党就在抱怨 大学根本就是温床 就是这些 这些自由派 激进派的温床 所以他们之前 修理的这个校子 然后好莱坞也 全部都是民主党的 医疗体系也都是民主党的 所以他们觉得 所有这些重要的阵地 舆论阵地 人才培养 科技界 也都是民主党的 所以共和党觉得说 我们完全被排除了 这是我们最后一个机会 我们这40%的人 输了这一仗 我们永远会变成少数 起不来了 然后白人人数也越来越少 白人现在只有 只有升58%了 以前是80%了 现在是58% 还会再减少中 所以他们这个危机感很强烈 那么 所以 所以我就担心这一次 会 他们会觉得 会 怎么讲 川普 很激动 昨天也得是又加码 来增强这个危机意识 他昨天讲说 他2028绝对不会再选了 他说就是 我就是赌在这最后一次了 对对 让所有人的那个危机意识 更强 所以我就说 选赢输的差距要大 像上一次 他川普输300万 普选票 那么输给拜登 他就说 这300万都是非法移民投的 对不对 这一次假如再次 差距不大 都是非法移民投的 就是民主党 让人进来 让他投票 对不对 其实这几年 这不是这几年 这几次的选举 没有一次是 是很差距大的 我觉得 对啊 这次看起来 以民调到现在的拉锯来讲 也不可能差距大 对啊 因为投给 支持川普的人 他这 这得说这八年来 他不会动的 他不管官司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他是不会动 所以我觉得 这个差距是 我同意啊 我同意啊 真的是这样 那可是 我觉得 我还是得拉回来说 因为我们在台湾 还是关心 这两个不同总统 我现在先假设 他们没有发生 什么大规模动荡 就是就职 不管谁当选 就职以后 那是不是老师 你还是 就您对这两个候选人 和他们政党的 这个理解 他们对于 两岸之间 大概会采取 什么样子的做法 各自 各自很快的 分析一下 这样子 我讲我的思路 我的 我的这个 你看我的书就知道 我最希望看到的 我的结论就是 两岸能够对话 自己来谈自己的事情 我们也最有尊严 对 但这条路走不通的话呢 就只有美中对话 就是被别人逼着 对 或者变成别人的筹码 就变成好像有点 当年1984年 邓小平跟 那个Thatcher 谈香港问题一样 那变成美国跟大陆 美国跟大陆 来决定台湾 但是要是让他们 走上谈判座 来谈台湾的问题的话呢 需要两个先决条件 第一条件呢 就是 美国的领导人 要是一个 这个strong leader 强人 习近平是强人 他要让步 他绝对可以做得到 美国这个的话呢 就要他有 他够强 川普算强人吗 比较算 比较算 那么这个Harris 就是贺锦丽 我就没有把握 他到时候 他的个性是不是这样子 现在都没有考验嘛 然后他的那个 他的会不会被国会绑架 像拜登 我认为拜登 根本被国会绑架 所以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就是美国在认识上 美国集体的 精英集体在认识上 认为说 我们是可以跟大陆 做个妥协 或者缓一缓 让这个事情 不要一下子引爆 那这个认识就需要 就是说 要有很多 就是说 有两个 有两个 两个事情可能会让他 他会走到这条路上 第一个就是 美国国际上 已经是应付不来了 乌克兰应付不来了 那个这个 就中东应付不来了 然后现在假如在扩大 比如说中东现在在这样闹 或者别的地方在 在闹 这个让美国人手忙脚乱 所以可能必须要 不能够台海再出事 所以台海那边 赶快要稳定一下 弄个护栏 或者怎么样 那这种是一个 一个状况 可能会让他 就是说 非得跟大陆 坐下来谈不可 那第二个状况呢 就是 两岸之间 发生什么意外 这也是我在书上写的 我称它为 南海撞击模式 南海撞击 现在每天 在海峡中线这样子 太多了嘛 可能性非常高 可能性非常高 一不小心 一个机械故障 都可能差强走 一点没错 不管这个意外 是真的或假的 但是这时候 两岸就要坐下来谈 那逼得 假如说严重的话 美中要坐下来谈 所以这两个就会 就是说有强人 然后有客观 客观条件 客观认识 主观认识到了 那两岸 他们美中就会谈 假如不谈的话呢 就会继续拖 拖到大陆会觉得说 我哪天受不了了 他就 他就必须要 对历史有个交代 这样子 所以 我就觉得 台湾不需要 被这个 这个外面的局势 被拖 拖得走 我们既然号称是 民主国家 既然要决定 自己的前途 我们 我们不能够 台湾老百姓 就让 让赖清德 让他们这些人 决定我们的生死 我觉得现在 现在真的是 现在真的是 我觉得很 很遗憾 可是没有 没有办法 我们这个 台湾老百姓 大部分还是很 很被动 很温和 然后很这个 听天由命 我觉得这是我们台湾的 特性 海岛的特性吧 应该是说 大家也都忙于自己的生活 我想对于这种 比较 两岸国际的局势 坦白说 就资讯上来讲 或者平常时间 跟兴趣来讲 没那么关心 也不完全是这样 我觉得台湾有个特色 就是不愿意付出代价 台湾的人 这个我们大家要赚钱 但是我不愿意付钱 我们要过好日子 我们要马照跑舞照跳 但是我不愿意 我要安全 但是我要免费的安全 所以就没有 没有做牺牲生命的准备 台湾历史上 从来没有牺牲生命过 从来没有打过 不像韩国人 都打过 乌克兰 这个犹太人 阿拉伯人 都不晓得死了 台湾是一直都过好日子 所以我们以为好日子 可以一直过下去 那可是 现在假如说 那好日子 还可以过下去 但是 可能最后我们 就要让自己的命运 被别人决定了 但是我觉得 台湾人 台湾的领导人 实在没有必要 自己去制造 这些危机 是 好 最后我想请教老师 回到您的书 就是 您当初 起心动念 为什么要 要写这么 这么厚的一本书 要想跟 读者们 跟台湾社会 对话的 最主要内容 以及您这个 九个可能性里面 您现在觉得 最可能的 方向是什么 我 我最 我刚刚讲到 最希望的是 两岸对话 或者美中对话 最可能发生的 就是 南海撞击 就是意外 意外冲突 那个是 我们都没有办法预料 你很前面也好 看趋势也好 看那个断层 都没有 都没有办法 那我写出的动机 基本上就是 想给历史留下一个记录了 给历史留下一个记录了 我觉得 我真的很遗憾 我们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 很幸运 在台湾出生 像我们 像我在大陆出生的话 我可能就是红卫兵 我可能一辈子就是 说不定在新疆度过 在哪里度过 可是我在台湾出生 给我那么 那么好的 机会 机会 然后还可以出国 然后回来报效国家 然后 然后看着台湾 从那个 我们小时候多穷啊 这个 到 看着台湾这样起来 经济奇迹 这个四小龙 然后又看着台湾下去 所以我非常难过 我是觉得 我不需要再下去 这个我们应该想办法 直跌 然后 把命运掌握在 我们自己的身上 可是呢 我又不想 这也是我们台湾文化 不只是 包括我在内 我们比较不愿意得罪人 所以我为了不要得罪人 这个这本书 忍了好多年 后来 可是我觉得 后来到后来 我觉得 结果还是得罪很多人 就是我觉得 还是要 其实你写得蛮直接的 要留下一个历史记录 最后只好得罪人 没有办法了 因为要留下记录 必须要完整 我要求它的完整性 但是 轻重 虚实 大家也看得出来 这个 我觉得 我觉得 真正的问题是 民进党的两个神主牌 一个是台独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一个是反核 做不到就做不到 这两个神主牌 理想性很高 实用性很差 但是把台湾搞惨了 我觉得 台湾的 现在的国民党 就应该讲这些话 这个 可是 真的 台湾 现在走到这一步 我们 我们慢慢的 明年 你看探权 探权开始 明年假如说 河山也飞掉了 我们能源怎么办 对不对 那明年 假如说 态度问题 又走到一个 走到一个 一个点 然后美国也乱成一个点 那台湾 很抱歉 我觉得 民进党两个神主牌 明年马上面临考验 马上面临考验 所以 那何必要走到那一步呢 对不对 为什么不实现防范呢 对不对 不是讲超前部署吗 对不对 那现在 因为你当政 那是你政府 做错误的决策 老百姓全部跟着倒霉 那我们这些人 我乌鸦就乌鸦了 反正我退休了 这就是我们都将几句 这个提醒他们一下 是 好 今天非常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 以及素奇老师的时间 那我想 大家对于公共政策 本来就有不同的看法 台湾应该是一个 尊重容许不同的看法 然后能够很理性 对话的一个地方 这才是我们平常 认为我们民主可贵的地方 那不要变成说 我觉得常常一种双标 说 我们在笑什么 小粉红崩溃 然后结果 我们自己内部 只要听到不同的声音 就立刻跳起来 群起而公之 其实 国家的前途 影响每一个人 那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就在理性的基础上面 提出你的看法跟论述 我们就 交换意见 找出对台湾 整体来讲 最好的发展方向 因为我想 台湾如果变得不好 住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 所以我想 老师的这本书 这个美中对抗下的台湾选择 真的是 从历史的纵深 把过去的两岸政策 跟美中台关系 以及未来的可能发展 都做了一个很深入的分析 你的论点 跟想法 不见得要跟苏老师一样 可是 看到这些描述 跟这些事实的根据 可以刺激我们的想法 来促成一些 我们内部的对话 然后共同找出 对台湾最好的未来 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 就到这里 再次谢谢苏老师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 谢谢您的访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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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